尹老师 你等等 坐坐坐 我看你情绪不高了 怎么回事 也没有 就是最近 一想到要跟他们分开吧 就有点心里不舒服 第一次当班主任 有这样的情绪可以理解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们当老师的 就是站在原地 看着你培养出来的学生 被你一个一个送入大学 是 道理都懂 只是说 有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不住也得控制住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可不能掉链子 好 行 加油 好 好 评比 八卜考试终于考完了 大家把诗卷交到前面来 然后赶紧去吃饭吧 你感觉怎么样 我这些大笔全写了 我考得特别好 要是高考能重发挥的话 我准没问题 这应该是最后一哆嗦了吧 八次大考 两百多次少考 又是把我们做坏了 不过总算坚持下来了 打空 用这种假冒的铅笔 高考可能坑掉六十分 那还得了 是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那人才就被埋没了 这个 事长还行 不得了 不得了 对对 李老师 你们看什么呢 这手机报上说啊 我省出现了大批的假冒中华牌 二笔铅笔 用这种铅笔杂卷 读卡器有可能读不出来呀 不知道我们学校门口 那些小文具店 卖的是不是假冒呢 那在哪能卖到真的呢 在那个市中心的友谊商城 有一个中华牌铅笔的专柜 它那个货都是厂家职贡的 肯定是真的 行 那这么着 我现在去一趟 我得赶紧给我们班学生买点 你们班谁要 我给你们带上 你帮我带点 回来给你算账 得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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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走了啊 好 好 好 谢谢啊 李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对了 李主任 我想问您 我们什么时候能拍毕业照啊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复读班 还拍毕业照啊 还拍毕业照啊 你这是上哪儿啊 我去买点铅笔 最近不是有没假铅笔的新闻吗 行 那快去吧 雷主任 快点 雷主任快点 来了来了来了 正好啊 您好先生 需要点什么吗 您好 先生 需要点什么 您好 我问一下客人的 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这个是质量比较好一些的 这个好一点的 对 你怎么没办呢 你怎么会是质量比较好 行 这肯定他用这肯定了 你们想办法 那肯定他用这肯定了 行 你行 好 大家想拍毕业照吗 没听说过 复读班还要拍毕业照 学校规定是死的 如果你们想拍的话 我去跟雷准申请啊 我 我想拍 高三高四两张毕业照 那也能证明 我比别人多受一年苦 是不是 小萱 我也想拍 虽然我们班只在一起了一年 但好歹也是一个集体啊 应该留个纪念 对 雷准 雷准 好了 好了 我现在呢 马上去跟雷准申请一下 不来 你赶紧跟尹老说一下 他必须得在 好 雷准 雷准 你看橙子 怎么都要看着呢 到底还要等多长时间 设议师 你这样再多等我们一会儿 我们老师走车马上就到了 马上 马上 这都马上了半小时了 我是不等了 你们啊 爱拍不拍 方雪 别等了 师傅 你再等一会儿吧 再等大家都拍不了 方雪 这不然先拍吧 拍吧 拍吧 摄影师 拍吧 拍吧 大家看镜头啊 开心点 三 二 一 先吧 方雪 方雪 你们都拍完了吗 颜老师 我实在没有办法说服那个摄影师 没事 我不上线 别回头你们一看说 颜老师原来以前这么丑啊 好 我把东西先放回办公室了 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在这儿的地方吗 ине